北京时间9月25日,中国女排结束了在宁波的奥运资格赛,全队已经启程奔赴杭州,参加杭州亚运会,本次比赛由于跟奥运资格赛挨得非常近,所以说中国女排没有任何的休整时间,球队连轴转,对于球队的体能提出了巨大的要求,好在中国女排在亚运会上的对手实力不是很强,前期的比赛压力不大可以做一些人员上的轮转,中国女排的前期比赛压力难度不会太大。 蔡斌在奥运资格赛之前给自己定下两个目标,在公开接受采访的时候,蔡斌表示,奥运资格赛要第一时间确保出现拿到奥运门票,其次就是杭州亚运会必须要拿到冠军,这都是必须要完成的目标,但是目前来看蔡斌实验了,第一个目标就没有达成,而在没有完成既定目标之后,大量的中国女排球迷高呼蔡斌下课。 下课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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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前也有很多球迷认为,在中国女排最困难的时候,朱婷会及时回归,助力球队亚运会争冠,但是朱婷已经做出了最新决定,不会回归,目前正在备战一甲联赛,朱婷希望等到完全康复状态完全复苏后,再上演王者归来。